今日课题是《古诗欣赏7,亭中有奇数3》 我吃过饭之后,就给丁一文一个短讯 就说你打算如何向同学介绍这首诗呀 我会先朗诵这首诗一篇 然后,才讲内容 那这首诗有多少句呀? 有八句 你一次过朗诵全诗的八句 同学们是跟不上的 嗯,这样应该怎样呀? 每次朗诵两句,然后就解说 你试一试,开头两句先 好呀,听着 亭中有奇数 绿叶发花枝 好了,那你解说吧 嗯,这两句就是说 庭院里面有一伙不尋常的树 那为什么说这棵树是不尋常呀? 因为是一个满树绿叶中开出了茂盛的花朵 好呀 那接着两句呢? 接着两句是 攀条切齐其永 你要特别提醒同学们 不可以做什么呀? 我要提醒他们 不可以爬上树去墓摘花咯 对啦 那为什么呀? 嗯,因为危险啊 还有,校园的树是公物 这些美丽的花 是留给学校里面 每一个人去欣赏的 我们绝对不可以摘为己有 是啊,作者 为什么要攀树来摘花啊? 嗯,他要把花送给有纪念的人 嗯,刚才不是说过爬树摘花是很危险的事吗? 是啊 嗯,作者为了摘花送给很思念的人 竟然不顾危险地爬树 你会想到他和思念的人是有什么关系呢? 嗯,我猜一定是非常亲密的 对呀 以前的人解释这首诗的时候 就说摘花的人就是一个女子 他思念的人就是他的丈夫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哦 嗯,那,学校里面没有这些关系的 那,你打算如何向同学解释这个 杂花的人和思念的人的关系啊? 嗯,这个问题呢 我要一些时间去思量一下 我明天才回答你啊 各位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又做练习的时间了 我们看一看题目呢 我们看一看题目呢 推想一下这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 这个可能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第二个 又或者是老师和学生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就是家人 各位小朋友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课题就完结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